感谢观看 最新爆料车 苹果对屏下指纹识别技术 兴趣幅是很大 至少在2019年iPhone的系列中 都不会有这种装置出现 所以说至少在2019年 我们是看不到苹果 会再推屏下指纹版的iPhone了 不过大家也不用太失望 虽然屏下指纹装置会被取消 但是在3D结构光技术上 苹果将重点发展 同时不断优化2Def 景深镜头 给用户带来更加精确的体验 当然我们也很期待 苹果能真正带来一款Face ID 加屏下指纹的iPhone 支持双卡双带 以及超大容量的电池 哇 想想都很激动呢